花蓮市公所14號下午和遠東百貨 花蓮店合作特別舉辦了 秋日寶寶爬行大賽 三個批次90個名額全部爆滿 現場急滿人潮 許多家長也讓寶貝們 穿上應景的南瓜裝 場面熱鬧又有趣 家長們始出渾身解數 只要是能吸引寶貝前進的任何東西 全都被拿來當作道具 但有的寶貝留在原地 移動也不動 放聲大哭 也有的速度飛快 但就在快到終點時 突然拐個彎 錯過完賽機會 14號下午 花蓮市公所 與遠東百貨花蓮店合作 在一樓星巴克前廣場 舉辦了秋日寶寶爬行大賽 三個批次共90個名額全都爆滿 現場急滿人潮 許多家長也讓寶貝們 穿上應景的南瓜裝 場面既熱鬧又有趣 今天非常的開心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到 我們跟遠東百貨 長期以來都在辦理一些親子的活動 那剛剛嘉燕在致辭的時候 也有跟我們所有的家長們說 未來我們會持續跟遠東百貨辦活動 甚至於姐妹室的一些農耳產品 也希望能夠拿到我們遠東這邊來做一些展銷 那還有未來我們在聖誕節等等的一些活動都會持續將繼續 那在明年的部分我們希望能夠找一些我們親子的 包括所有的親子活動的一些理事長 甚至一些學校的老師 那共同的來討論 我們從現在開始呢 每個禮拜連續六個禮拜都會有相關親子的活動 包括星星國的DIY 包括一些其他東西的DIY 還有我們戶外的市集 都希望家長可以不施辛勞 帶著你們的小朋友來到我們花蓮園板 讓我們一起陪著花蓮的小孩子快快樂樂的度過他們的童年 歡笑聲與加油聲瀰漫整個會場 比賽也從每個場次中挑選出爬的最快的前三名進行頒獎 獎項包括滑步車 樂高積木還有磁力片 而參加比賽的家庭也都會贈送參加獎一份 讓所有人度過一個愉快下午 記者 許立晴 花蓮市報導